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六个字呢 一个是精气神 一个是真善忍 据说后来被江泽民给涂了 那江泽民惧怕真善忍这仨字 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个人能够理解到的什么叫精气神 那如果把真善忍和精气神在那个庙宇当中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个人有限的认识啊 这个咱们还这话就说到这儿啊 我能够从我师父那理解到的有限的认识 这是绝对不是什么绝对的认识 绝对不是啊 这个咱先先说清楚 精气神 真善忍放在一起 是一个人透过中国传统的修行文化 他可以修到他自己能够达到的境地 是个修行的东西 以精化气以气化神 把今天现实人的肉身的环境 能够给他转变成更高生命的境界 在我的有限的理解当中 这是西方信仰当中的说的上天堂 他真的可以把他东西带走 这是透过我们现实人的环境当中 我们说的身体的这一部分 而他想达到这一步 他必须对他的生命的精神层面 按照真善忍三个字去约束自己 他才能达到 否则的话 他不按照那仨字 他也去庙里头 就是一块肉 什么都不是 没用的 这就是中国传统修行文化当中 我能理解到的很精髓的六个字 一个是身体的转变 精气神 一个是精神的转变 人性的转变 真善忍合在一起 这个人就能修成 那江泽民给涂了 你说他不是魔鬼吗 所以有时候我就说你轻眼来 大家想想今天 我刚才说以精化气以气化神 那精血之气往上走 他就有机会成神 往下走呢 就是今天的贪污腐败包二奶 我毫无限度的放纵自己的欲望 去哪儿了 万恶淫为首 下的地狱第一层 从中间披你 必去地狱 所以人是中间的这一层面 那江泽民惧怕这几个字 让庙里把他涂了 你说那庙你去他 还有管用吗 但你说这江泽民他不是魔鬼 什么是什么 所以我自己觉得有时候真的有时候帮不上忙 费力度他非得往那去 你就糊涂车子 就是一个糊涂车子 提这事是因为周永康本来二号就说他完蛋了 结果到现在北美时间四号了 他还没完蛋 为什么没完蛋 其实网上已经有一些评论了 大家几乎都意识到 其实抓掉周永康就必须弄掉江泽民 在我的眼睛里认为 今天周永康没下来 是江泽民在插手 自由亚洲电台 昨天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文章题目这么讲 周永康出示消息频传 官方遮掩防引爆政权危机 这是他的看法了 文章讲 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出示的消息 旅被传出 海内外引起热议 但是到新下依然没有被证实 薄熙来案事发后几个月内 北京高层对周永康众多亲信心腹的查击 被外界认为权力斗争的刀锋 已经逼近周永康本人 但评论人士认为 官方舆论为周永康遮掩的原因 是担心事件可能引爆中共政权危机 我个人认为不是 危机早已存在 而不是周永康被拿出来之后 就会造成政权危机 政权危机我早跟大家说过 万恶银为首 共产党的官 共产党的官一定在这方面下手 所以这一次应了石涛的说法 淹死的都是汇水的 枪手必死在枪下 所以这一次引爆的是中共最上层 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的经典人物 薄熙来 因为女人跟他的下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是王立军先生 争自己的老婆一个大嘴巴给打成这样 人家说你真瞎说 这是事实啊 今天中共政权的危机 已经在爆发的过程中 所以并不是说 把周永康拿出来会引爆他 而是在这过程当中 应该有着其他的故事 文章紧接他就引用了这个星岛日报的消息 这个我们已经跟大家陈述过了 然后他又提到了一个更新的消息 就是应该是三号的时候 财经网登了一篇文章 这么说的 冷眼看 封建社会真的行不上大夫吗 被认为这种暗指的意味很强 文章称 不同于一般民众的理解 历朝历代多有高官 一律受刑 将行不上大夫理解为高官 不受刑罚是缺乏基础的 薄熙来被公诉后 谁都不能心存 行不上大夫的侥幸 这就是真正的建制周永康跟江泽民了 这是肯定的 那在同一天 国内的财经网如果登这样的文章 那是由目的而来的 薄熙来已经不是问题了 而有问题的是比薄熙来官还大的人 才会这么具有所指 比薄熙来官低的人 咔嚓咔嚓咔嚓 不用写文章 王岐山早给咔着了 对不对 拿把剑两头都有刃的 是转着圈的 这么杀 他这一头杀已经来不及了 对不对 三中全会之后 咔嚓咔嚓干掉四个 这假的多利索 这叫快刀斩烂麻 只有要拿下薄熙来官位以上的人 才会要营造舆论 而营造舆论说明 上面有人在这件事情上赋予顽抗 本该揭开盖子的事情 有人不让揭 那有人不让揭的时候 这就意味着一定要揭盖子的人 连这个不让揭的 一块给他扣到锅里头 那才对 斩草出根 没别的出路 开放杂志编辑蔡永梅 接受采访时说 这样的消息绝不是空穴来风 腐败是借口 关键是权力斗争 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一个被取代的就是政法委 另外习近平的权力被加强 矛盾指向周永康 对他动手传闻已久 那也不排除这种斗争 最后要彻底把周永康打倒 文章最后他采访了这个山东大学的退休教授 孙文广先生 那孙文广是这么说的 权力较量的背后一定会涉及到江泽民 博弈正在进行中 到底能不能在最近揭露出 要看上层斗争的结果 江家的人马一定在这件事情上千方百计的维护 如果把周永康绳之以法 那江泽民的事情一定会被曝光 被揭露 这里是个矫量 矫量的背后涉及到江泽民本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与此同时呢 可能有人认为呢是习近平的朋友 美国的副总统拜登正在中国访问 被认为是习近平的朋友 是因为习近平在过去的事件里 主要跟拜登是之间有着这种热线的往来 应该是了 而在去年薄熙来出事的时候 王立军出事的时候 那习近平恰恰就在那时候 就在美国 而跟他接洽的就是拜登 那相应的一些内容 一定是透过拜登的手 跟他交接给他的 那既然有一些自己的事情 被拜登本人知道的话 那作为个人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也就成立了 那德国之声有篇文章 文章的原来的题目不是这个题目 结果现在在我做节目的时候 它改成了这个题目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习近平是个坦率的人 那文章主要是这么讲的 拜登向记者表示 习近平是一个坦率和富裕建设性的人 那这些素质在发展这一新的关系过程中是需要的 机会是无限的 然后他紧接着提到另外一个概念 这是拜登说的 说这个拜登星期三中午抵达北京之后 到了美国大使馆 让排队等候申请签证的中国公民感到惊讶 因为面对大多数的年轻的申请者 拜登对他们愿意前往美国表示感谢 并且说只有在能自由呼吸的地方才可能有创新 这是美国副总统在美国领馆外面 在面对那些排队等着签证的普通的中国人 说了这么一番话 你能想象中共的领导 能够对普通的中国人有这样的接触吗 有人说你为什么这么对比 今天爱国主义盛行 就这两天骤然而起 在防空识别区时 我说过 这件事情一定返回到国内的爱国主义 拜登讲 美国的孩子敢于挑战现实 会受到褒奖而不是惩罚 要创新必须打破陈旧模式 那人们认为 这是暗指中共服求的专制体制 我希望你们到美国后观察到这一点 那我们的国家从一开始就不断有新的移民 新的文化 新的创新 新的信仰涌进来 使着美国的精神不断复兴 人是精神的 对吧 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来讲 其实呢 我个人认为 当拥有一个自然空间 自然的时间 自然的环境 自由的环境的时候 其实中华民族内在的品质 可能在这社会当中 在这个地球上 是最优秀的品质之一 而是被中共的党文化扼杀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